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电影《无名》宣布正式杀青 梁朝伟王一博杀青片场照充满年代感 电影《无名》曝光一组片场照 宣布影片历经115天的紧张拍摄 于今日2021年12月19日 正式杀青 片场照中梁朝伟、王一博两位主演也现身 看到,充满了年代感 已经带出了这部电影的感觉 再看到演成儿 对于演员的要求和这次的阵容 必定又是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关于电影《无名》 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 一、电影《无名》 是继《中国医生》 长津湖 之后博奈影业集团中国胜利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 影片聚焦波绝云鬼的隐蔽战线 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 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二、影片《无名》 由于东担任总制片人 由成尔担任编剧及导演 剧主创人员透露 《无名》一定是一部好看的商业谍战片 而且在美学风格上会有很大突破 三、除先前已公布的梁朝伟 王一博两位主演之外 还有多位重磅演员 尚未公布 想知道还有谁 这个阵容真的爱了 四、曾指导《边境风云》 罗曼蒂克《肖王史》的导演成尔 此次将目光聚焦在1937年 1945年的革命时期 他透露当时的上海处于一个艰难时刻 无数地下工作者前仆后继 用默默无名的奉献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我们要通过《无名》这部电影 事无巨细地展现无名者的奋斗 带观众去看到一个见所未见的世界 五、影片后期制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预计2022年上映 这阵容这制作 非常期待定档上映了 2021年12月19日 电影《无名》杀青大吉 我们2022影院见